很難想像吧 我在澳洲的這個唐人街裡面要找一樣 直接打趴台灣的東西喔 我告訴你是什麼 唐葫蘆 對 但是呢 這個唐葫蘆 重點就是這個草莓 它這個草莓超大顆的 哇 這個草莓 這個多少錢啊 五塊 五塊錢啊 那還行喔 那這種的呢 一串的呢 這種的這樣子 一串的八塊 因為它比較大顆 好那我要來這個 實態有夠大的 它一口應該塞得進去 給我一個對比 對 給你一個對比 這個對比 小的 對 對 給它小的就是普通的那種 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 你們看 這個size 下看 有沒有 對比出來了 只有這個可以PK台灣 就是這個 澳洲的草莓 煙 煙 煙 草莓糖葫蘆 你們看它那個size 我跟你說真的 可能一口都塞不下 這個呢 三顆巨無霸草莓喔 台灣 這個五塊錢 澳幣 一百塊 我覺得 真的是還蠻物超手資的 台灣的這個湯葫蘆 也不便宜啊 對不對 小小的跟那個 跟什麼一樣大 我覺得 越來越小了 台灣的草莓 然後你們看 這個是澳洲的草莓喔 現在是冬天嘛 所以草莓很多 所以你看 試一下這個 我真的有嘴巴塞不下 我一口 我一口真的塞不下 我吃了台灣的 湯葫蘆還有北京的湯葫蘆 還有澳洲現在有的 這個流行的湯葫蘆 草莓的 草莓的size 澳洲大鷹 所以 這個澳洲的草莓 也跟澳洲人一樣 都是 巨大 我真的一口塞不下 嗯 非常好吃 嗯 嗯 嗯 好酷 我覺得它呢 為什麼又 還有另外一點 台灣 台灣 可是它是用這個 白色透明的冰糖喔 對 它根本就沒有像台灣的冰糖葫蘆一樣 是有這樣紅色的色素 所以你整個都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水果的新鮮 喔 還有原來的顏色 因為它這個糖衣呢 是白色的 是透明的 水果是不新鮮 有沒有爛有沒有 有沒有不好 就是一目了然 喔 不像台灣台灣的都是用紅紅的色素 有沒有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 這個裡面的草莓它是有洗沒洗 有沒有處理過有沒有爛掉 所以我真的覺得 喔 真的是個糖葫蘆大贏